刚才那个就是说,我们大家没看打印输出呢,实际上是因为,嗯,我的那个飞控插上去,因为新固件嘛,插上之后没有选择你那个,呃,是什么载具类型的,所以说,请问教育也没有启动,那我们插上之后,我们插上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当时是那个载具类型没有选择,就这个地方。 这载具类型没有选择了,它那个多旋翼的启动脚本,肯定是不会直行的,那么我们,嗯,这地方已经选择好的载具类型,我现在是飞控钢插上电,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修改了那个启动脚本之后呢,它那个,我们编写的,这个,呃,是不是已经可以自动运行了。 S,T,A,R,T,我看一下,OK,它实际上已经自动运行了,因为我们有手动运行,它已经自动运行了,对不对,所以说,嗯,我们在修改,在这个地方修改,那个启动脚本呢,嗯,是成功的。 就是,就是大家,在这个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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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RMC,defort里面去 加了这句话,它就上电就可以自动运行了, 很简单一个地方 但是你要选择对你添加的位置 这个添加位置 实际上是在前面几个课的 启动流程里面做了一些讲解 如果比较模糊的 还可以再把那几个课再去听一遍 就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 再配合做一个实验呢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灵活的添加 你的次能小本 因为自己写的模块 那肯定就像上电自动运行 就是说你修改次能小本 是非常有必要的 像这个系统进程与订阅发布机制呢 就讲这么多 然后这个重点呢 已经给大家理出来了 如果说大家能够掌握 掌握这一二三四呢 我相信对这个 Facom的一个RX开发 它整个体系构架呢 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为以后的更高级的开发呢 实际上是电自动运行这样一个基础 如果这个MewRP进行通信机制呢 非常难理解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你去理解它基本的 多限制多进程 这样呢 一般来说问题就不大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达到这里 EVsp WATCH 没有 试图 再试图 我们下达到这里